哇 這裡是我們剛才喊嬌的 是嗎? 哇你看看 真reflection 你好 這集是我們去南島住一個月的第三集 上集我們在曼谷往了兩天看了冰村的溶冰 又在Lake Wanaka發現了一個夜市 接著就要出發去另一個重點行程France Joseph 肥仔是第一次去France Joseph 而我在2012年過來旅行的時候去過 所以都有些十年前的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我們出發了 哇 好搞笑 他是不是負責趕牛的人來吧? 我要走了 在紐西蘭 Road Trip很多時候 從一個地方駕駛去另一個地方要幾個小時 但在這幾個小時的車程 絕對都是珍貴旅程的一部份 好像這一段由Wanaka去France Joseph 直踩不停要三個半小時 但我們看了一個叫做 Creamstown Diary的Blog 就說最好約8個小時讓自己走走停 所以我們都預料了一個全日給這一段路 Blog還介紹了15個停點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可惜我們那天天氣不太好 而最重要的景點Blue Pool 也都因為DOC要收橋沒得去 所以沒什麼影片給大家看 沒辦法啦 唯有下次再去啦 終於都來到今集第一個正式介紹的景點Lake Mephison 位置在Fox Glacier附近 關於Fox Glacier 片的後段會再介紹多些 Lake Mephison最出名的是 在平靜無雲的日子 可以影照出萬曲的完美倒影 可惜我們去的時候都有一點點風 不能夠成功打卡 而且Glopo Capture雪山畫面都打了些折扣 不過這段路全程只是過半小時平路好以下 途中有幾個feel point 來欣賞後路頸都是好舒服的 有感覺 有感覺 我想說 Glopo拍得很漂亮 為甚麼 我想知道 你覺得很漂亮嗎 很漂亮 我沒想過 我們跟Mephison這個景點 沒想過是我Mephison這麼多景點 這個是最漂亮的 是我失敗 我希望Glopo拍得到 Dub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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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e Joseph前兩日的行程都是比較輕鬆的 因為我們Plan了在France Joseph的主要行程上去行山 而且是對我來說比較有挑戰性的路線 事源我们之前已经去过Heli Hype 和Glacier Walk这样的冰川Tour 一来的Tour很贵 二来基本上再去都是差不多的体验 所以今次都想试一下用第二些角度去看 出发之前 肥仔就找到一个他非常推介的 行山旅游Blog叫WalkMyWorld 这个Blog的好处是 主要由欣赏风景的角度去Make Recommendation 行情以Day Trip为主 会将差不多的路线作出比较 例如不同难度 肥仔最佩服的是 他点出了影相漂亮和风景漂亮是不一样的 很清晰 资料都很齐全 所以很值得大家参考 我们在Franjoseph第一天走的是Alex Nod 路程比较长 但难度相对低 出发之前 我们都去Visita Center 问一下天气和山上的情况 今天我计划去Alex Nod 路线 你有什么情绪吗? 对,有什么情绪吗? 它也有点冰箱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在Franjoseph 现在早上9点3 我们选择了这个Alex Nod的路线 8个小时回到Franjoseph附近的山脊 看Franjoseph的Glacier 现在大约海平面100米 稍后攀升到1200-1300米左右 希望在不用坐直升机的情况下 有一个很高空望到冰川的景象 好了,Let's go 好,Let's go 哇,终于去到第一个Franjoseph 好远 哈哈 这个是一个其中最好欣赏的Franjoseph 现在是第一个 然后还有两个 我之前看到绿色的路线 我之前应该是沿着 因为我记得我12年走的时候 在旁边有条河沿着一路上去 我们就在绿色的路线 一路走上去 几个准备 但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有点准备了 有点准备了 哇,Retreat的真的很快 很浪费有够瘦 过得到 所以都是这样的 没错 没错 我本来都还说 它跟T&R差不多都容易的 今天更好天气 我们上次去T&R 但是越走后 就越要手脚并用了 嗯,KV Standard 是容易的 对我来说都OK的 都应付得到的 不过现在还有500 真的有点累了 对我来说 你没画回头也是很容易 哈哈 整条路都是很多这些 Tree根 很多树根 有些树根其实都可以挺高的 那可能你要 用手支撑着 来走 但是又不需要爬的 不至于 普天帮助了不少 嗯 好像走Royce Peak 开心点 就算一路看着一个景 唉 起码都 有点劲 我们已经走了两个钟 是吧 两个钟 Let's go 看着一个看出 哇 哇 哇 终于到第二个看出 Christmas看出 近点 近点 哇 近点 近点 哇,好震撼啊 其实 好像初后受伤 哈哈 怎么样 OK吗 OK 对 今天真的这么困难 可以的 嗯 那是我炸的 开始上到顶 呢 就 挨着雪山走 唉 看出来 漂亮的镜头很多 你在做什么 又说almost there dare了这么久 做什么 dare 唉 好 不知道过了这条橙色处 是不是 快过了 这条bush line 哇 我看到 是白色的 这兆子真的真的快要来 这兆子真的快要来 好长 很搞笑的,风吹上来的那些是暖的 对啦,不见了Gracia 冰了 我还在心想,那女生会骗我呢? 那个眼睛的人,原来真的有冰 但是很少而已,幸好不用下冰找,已经很好 路边这里也有冰 对呀,是冰来的 好有趣呀 我猜最终是100米左右 100米是,应该是距离 对呀,距离不是攀升 再攀100米,真的很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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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了100米 有一批扣扣在那里 看到这个,应该是最高的位置 还想赞一下你,例如一个女生上去山 那我不赞的,我也能做到 也是的 距离太久了 哇 哇 其实真的很不同 你在冰川看冰川 跟你在冰川外面看冰川 这次真是山枝颠苦陷我的疲倦 啊 但在山顶的高处看着一群雪山 加上冰川 风景其实是很美的 是和Glacier Walk很不同的体验 那当然,未上过冰川的朋友 我们都建议去一次啦 可惜的是,冰川已退出了 现在如果由山脚出发 已经不可以像我10年前那样 day trip逃步到达冰川啦 所以Glacier Walk都已经改成Heli Hike 要搭直升机上去 当然价钱都会贵少少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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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们第二天在Franjoseph 那原本呢 我们就想着走另一条路 短一点 近一点 那个Glacier 比昨天的那个Alex Knob 但怎知道一来到 我都没有留意到 啊,为什么会迫迫迫迫的 这些事情呢 真的整天在纽西亚人都发生 真的要...要... 唉 唉 不会说 我看到好像昨天都有人在走的嘛 没办法啦 现在 对啦 那唯有我走一些初级版的 和去Peterspool看看啦 都很近而已 它是绿色的那条Open 嘛 我们在这里 他们出去这样走进Glacier 没得没得过 走进Peterspool看看吧 好吗 Let's go 我们在停车场呢 走来三个字 那就去了一个叫Peterspool 哇 你看看 真Reflection 但我GoPro其实不太拍到 它都是... 拍一些雪山 一些那么光亮的东西 都能拍到 那个导音就拍得很清楚 本来它想走那条路 都有一些难度 所以去不了 我第一时间都是暗起的 不过见到它那么失望 我又不想 那就真的要想一下办法啦 那原本呢 我这条Roberts Points的Trak 有一样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除了它可以走到 Glacier之外呢 其实它会经过四条吊橋 这条是其中一条 本来有一条 我很想很想走的 就是一条一百米的吊橋 你们想想一百米的吊橋 真的挺长的 那之后 走完吊橋之后 还有一个沿岸边的一条路 是那些吊住的索道 那之后 最后才去到那个Trak 但是超级不幸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真的很好天 那政府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都走了今天来做Pest Control 那因为这条Trak 本身出名都很难的 因为又会湿脚啊 又要爬又等等 那今天的Condition 又很好啊 很Dry 我打算来啦 那他就选了今天 早上来做Pest Control 唉 算了 我哥哥在那里等着 我不知道在那里去哪 明天再来 未必啦 想想吧 结果我们回去Motel 加了一晚住宿 幸好之后的行程 住宿都是cancellable 这个就是冬天去南岛的好处 住宿flexible 就可以因应天气 或者其他特法情况改行程 那多出来的一天 我们首先去了France Joseph旁边的Fox Glacier 基本上过来西岸的游客 都会两个地方一起玩 住France Joseph的好处 是有一家Fox Square超级市场 Fox Glacier 就只有一间货货店 叫On the Spot 我们在影片的开头 介绍过Fox Glacier的Lake Memphis 其实六分钟车程以外 都有另一个很值得去的几点 Alex Knott 虽然不需要费 但你也要费努力 才可以看到France Joseph的Glacier 但这个Fox Glacier的Feel Point 你什么都不需要费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Glacier 对 现场还是大很多的 好壮观 我们去过景点 那刻太阳很猛 拍照不是很漂亮 不过它现场看 真的比我们拍出来漂亮很多 而且开车就可以去到 完全是零努力 所以我们都很推介大家去 除了看冰川 Fox Glacier都有很多活动 包括Sky Diving 因为有冰川和雪山做背景 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Sky Dive的地点 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Bilt from a love so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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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was solo So it's fine what I need 好了 怀暖完过去 又回到2023年 France Joseph半个小时车程以外 有个叫Occarito的地方 有些短短的很轻松的Trek可以走 走完还可以去Lagun和沙滩 是个很宁静风景又漂亮的地方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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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看这个地方 哇 看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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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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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西蘭的雪山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海岸线就是这里 雪山其实是很近的 在海岸线看到雪山 在这个地球上不是很多地方 当然你说南极一定是 但是在一个温大地带 可能这里是唯一的地方 可以做到这个地方 所以是很匹匹的 今天是我们第三天在Franjose 我们继续了一天 就是为了走这个Roberts Porn Track 不过今天天气就没有昨天那么好 那我们出发看看有什么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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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的 终于来到第二条吊桥了 第二条吊桥呢 出名是什么呢 出名是遥和灯 最终于是一人 不可以一起走 原来 那我过去先 你看它的固域 是啊 哇 好像很简陋 很害怕 都ok的 你不可以一起走 我知道 它的固域真的 是啊 它震得很厉害 上一条桥都遥的 是啊 那个地固还是这样 是啊 是不是很棒呢 人们说 就算你走不到到终点也好 经历多几条桥呢 这条桥都很值得 因为这几条桥都挺有趣的 一个经验 容易死的 抓住 哇 哇 传说中的一百米钓桥啊 其实它都撞过了一级一级 没有箱中那么难的 你看你的左边 传说中的一百米钓桥啊 是梦想想的原因 哎 好害怕啊 好紧张啊 哇 怎么样啊 像位高症犯者 其实很害怕啊 走到中间很遥啊 很害怕啊 很高啊 我还害怕啊 你知道你在这条桥会更加遥嗎 是啊 它可以承受到五个人的 很棒啊 这条桥真的是 超棒啊 这条桥要整条 很棒的路啊 这条已经很棒了 很棒啊 哇 整个河谷啊 以前是冰川啊 不知道几年前是冰川啊 你还打算叫你休息一下呢 不要一声跑掉了 到你想玩的沿岸浪梯了 哇 正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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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啊 正啊 都不知道有什么那么正 我都很刺激啊 很刺激啊 很刺激啊 你记不记得呢 有一站珠楼梯公園呢 就是类似这样 不记得呢 不记得 哇 很长啊 你看这条河谷啊 怎么样 很好玩啊 很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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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啊 中风起来 完成了你的 第四个 track corner 这条 track 你觉不觉得呢 那些风呢 由上面吹上来呢 是特别冰冻一点啊 可能是的 但我带着回网很温暖 哇 这里看这个景呢 都很厉害啊 好宁慰啊 是啊 这儿就是全雪中最难行的石坡了 好啦 go 的确 的确dry condition 是不难的 是啊 你想想些人 下雨 走这条路 线道 真是猫不明白 那是 我们好彩啦 是啊 如果wake condition 就不可以来的了 紐西兰旅行都真是 好天气 是啊 这条很亮啊 还有那些好好 亲口啊 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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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reward啊 好紧张啊 我还没转过头啊 我还没转过头啊 一二三 哇 好近啊 其实这张牌牌不是很近而已 唉 上去头头啊 是啊 还有那张铺牌的按摩 是啊 是啊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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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成了你的心愿了 等着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多努力啊 我知道 你就是为了 青藥和白旗 你中间还叫我放弃 我还没摇白旗 你就帮我扔白毛巾出去 好紧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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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凅 dollar 每次共团 第一次放弃 我不一слõ 比较好的 到底哪ть 那有一定的 浪狙还是哪个贵 你都没有在 stimulans 看看 這裡是我們剛才的喊咎 是嗎?你又記得? 當然記得 我在努力 你說你行不行?你不行就走了 那是嗎 頭也不回 這些叫 幸好有這些橙色標誌 要不然真的不懂路 走出去 幹什麼? 你的褲子不破 我真的強烈推介大家買 我為了保持我不受傷 你去哪 這邊才是路 這裡旁邊也有一條路 這裡有些樹 抱著 不只是你走的路才對 我走的路 也可以走得到 剛才走完這一段石間 就以為最難的那裡走人 怎知道 是難到拍不到東西 跟著那些才是難 全段那五百米至一公里 都是狂在爬石間 在爬石間 向前看就沒那麼害怕 但是 一向下看就很害怕 但是其實後面的風景是很漂亮的 感受一下 說一下 應該上去的 不是啦 我覺得上去比較容易 但是 duty 當然不是啦 我剛剛被誇破了 那 那 拍 好的 好厲害 應該完成了些很難的部分 應該我也記得 应该是 Look My World 说 Walbert's Point Track是一条 never a dull moment的路线 都真的非常忠肯 肥仔就说这条路是他去过最好玩的 行山路线 喜欢行山的朋友可以来试一下 行完山我们其实还趕着去旅游中心 看一套纪录片 昨天行山那时候 遇到叔叔 他就介绍我们来这里 看一个叫做Wonderland的电影 原来来到Franc Joseph下雨 其实也是一样东西做 就是看电影 我们现在竟然走完山港 彻底最后四点长 其实它是一个正常的电影设计 这套纪录片长40分钟 有很多难得一见的大自然画面 大家如果在Franc Joseph没东西做 都可以去看看 而我们的片来到这里已经太长了 我们就在这里停一停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你是不是受了伤飞不了啊 走吧 走吧